簡報18頁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你現在 我們是在編輯狀態下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他並沒有光影的變化 也就是說模型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有光線照進來然後有影記 那所以其實你做的 事實上 沒有你想的 那麼好 對吧 那我們怎麼樣把下面這個圖做光影的變化 你可以來看一下 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這個 工具鏈 有兩個 一個有沒有照相機 一個叫攝影機有沒有 其實說真的 你們如果用線上板或安裝板 你會發現後面這些你都沒有 因為這些都是外掛程序 對對對 所以 為什麼要請大家先用那個 其實我 網站上有介紹很多外掛 你知道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實用戰兵是法國的 你知道我們 行事案件或者是那個交通事故不是都要畫圖嗎 這個軟體算是他們官方指定可以用的 很特別 所以呢 你看到這裡 你看到這裡 有那個 有這個有沒有 這個就是在算子彈 有行量線上不是那個子彈掉一顆掉兩顆要有1234 對對對 然後裡面有什麼 胸刀啦 血手印啦 血腳印啦 還有髮廊 裡面都有啊 還有什麼武器啊 都有 那就是 他專門為了他們工部門 就是你就可以直接拉了就用啊 這樣不是比較簡單嗎 好那我們來看 他有兩種 一個就是輸出照片 一個就是輸出影片 攝影機有影片 你可以直接按這個 按這個 按下去 好 那 按下去之後他會跳出這樣的視窗 視窗 那你看喔他在下面這裡 他的下方 有沒有告訴你我現在要輸出的尺寸是多少 對不對 400 然後192 那為什麼是192 因為 他預設的比例是用你下面這個3D式度的比例 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較標準的 有沒有可以直接切成16比9 這樣理解喔 不然 你的下面這個視窗拉高一點 他的高度就變高 這樣不是都是 比較 就是 不是標準尺寸 所以我通常會用16比9 然後你就看我要輸出的時候要多大 但是剛開始你先用400就好 為什麼 因為 我先小張的先輸出 先看看好不好 確定了我再輸出大張的 不然你每次都輸出大張的 要等的時間不是比較久嗎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你可以先 看一下就是你的這個 比例的部分你可以先選擇 好 寬度先到預設 再來就是他的畫質 他畫質有分成四種 高速度跟高畫質 那你知道的 高速度就跟你現在看到差不多 所以平常不會用特別用這個 我會拉到 第3個或第4個 通常我都直接拉到最後面 但是你看喔 我在拉動的過程 下面會把東西出來喔 只要你到第3個品質以後 有沒有發現下面多一個 這個面板跑出來了 有沒有 我現在到第3或第4 因為 你要做出高畫質的時候 跟你的日期就有關係喔 各位 知道今天是小雪嗎 所以我們在北半球 太陽 已經快到地中了 對啊是不是比較短 對對制造的方向 也會變啊 好所以你的日期不一樣 然後這個就會變 再來是不是有時間 你看預設是中午12點 我問一下大家 請問中午12點是上午12點還是下午12點 我發現很多 小朋友會這個會有點搞不清楚 他會把上午12點就是 因為我們講的上午 然後上午12點就是中午12點 真的會有 就是這個 會有點 需要那個 然後再來就你看鏡頭的類型 你要 全景的 長焦的 那都有 好當然我們就先用預設就好 那再來 渲染 它有兩種模式 通常現在預設的都是 AlphaRay 因為AlphaRay通常 看起來效果好一點點 但是也不是保證 所以如果說你 想要換看看這個也可以 對對對 你可以自選擇 那一般來說我會建議大家不要用中午12點 因為它用中午12點 通常那個圖會比較亮 但是會讓大家 分辨一下 所以我先 用預設的 來你看我像直接做個東西看一下 我們比較看看你就知道了 這個地方就會比較跟你的顯示卡有關係 好我們剛剛在做的過程那個都大概沒有什麼發別 可是 當你要做真正所謂的渲染 這個時候跟顯示卡 就會 有差 所以如果你沒有獨立顯示卡 這個速度會稍微慢一點點 這個有差 有沒有發現這個有影子就出來了 有沒有 影子就出來了 你要靠近一點 或者你要換角度就是 3D試圖自己調 這樣了解嗎 看你要調哪個角度啊 你們家從哪個角度比較好看啊 對不對 你要靠近一點 你就可以靠近一點 這樣理解嗎 好 那你看喔 我現在這樣子 像這樣子 我把它抓起來 這個是中午12點 看起來的效果 我通常會用早上大概8 9點或下午 效果比較好 因為你看喔 如果我現在是 這個我就直接改 我在那邊直接改 比如下午 4點 這樣有沒有 下午4點 好 那 等一下 確認一下 你如果不小心啊 搞不清楚上下午 看後面也知道 有沒有 如果是 5月12點 他就是月亮 對對對 所以我確定這樣可以來 那一樣的 這個我再按一下開始 我們來比較看看 跟這個比較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像這個那麼亮的 對不對 可是光線那個真的不同喔 因為比較下午 這樣理解 可以喔 好啊請問可不可以用晚上的 當然可以啊 你看 上午下午 我就這裡切換一下 有沒有這樣變上午 有沒有後面有月亮 那你可以按一下 開始 我跟你講這個速度超快 你又沒有膠電背這樣好意思嗎 沒有膠電背晚上當然黑漆漆的啊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想用晚上的 自己要打燈 來來來來來來我們要打燈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打燈 來你看 首先關閉一下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這個 3D模型褲裡面有沒有一個叫做電燈跟燈器 第一類 各位 這不是拿來裝飾用的 真的會發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用在晚上的 或者是室內有沒有 用這個 那他燈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純粹只會亮 但是沒有燈具的 你知道這個如果在7月份就比較好理解 7月份的時候有沒有 不能再講太多了 如果你要有看得到燈具 他也會發光的 這個就是 有沒有 要理解了嗎 所以 像這種的 燈泡型的 就是他只會有亮度 但是不會有看到那個燈 燈泡在那 然後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他的燈泡是有分顏色的 有沒有發現 他的顏色 不能說我選了紅色的 那我發現後悔了我再改顏色不行 這是他目前的一個限制 也就是說你選了什麼樣的燈 就是那個燈的顏色 這樣理解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 你就找一個你比較喜歡的燈 好你要美術燈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 好丟了 那因為是燈 所以預設他通常那個懸空高度會放在那個 天花板上 他就不會掉在地板 好 那這樣可以的喔 所以你看一下 我把我的 這個拉下來一點 好這樣子 一樣 摘一下照相機 好 因為是晚上的 開始 因為你有交電費 所以有沒有看清楚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有啊 對不對 一個燈不夠怎麼辦 多加一個燈啊 燈可不可以調整強度 可以 來你看點兩下 點這個燈 你看右下角 有沒有一個光源亮度 從零到100 從零到100 所以如果你 不想要太亮 你就自己 稍微再 就是調低一點 像這樣子 那 你看我把這個先 關掉 如果你旁邊要補一個燈 可是我 只希望他有亮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找這一種的 好比如說我要 白色的燈我就拉過來 這裡有沒有多一張燈 小小的 這樣子 小小的 其實這個燈啊 預設是10公分的 就那個燈泡 像我們真的燈泡10公分左右 如果你希望 像那個體育場 你知道 那種大的 你就把他變大就好了 你看這裡 有沒有這個燈10公分而已 對不對 你可以變大一點 那你知道的 燈變大 影響的範圍就變大 如果你要拉高一點 是不是照的範圍就更大 讓你理解意思 所以你可以靠近 你可以就是 自己調整 對對對 所以我如果變100 他是等比例的 他沒有那個非等比例的 像這樣有一顆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可以 來試看看喔 一樣的 好調好位置 開始 你就會發現旁邊又變得更亮一點 有沒有你剛剛更亮一點 可是你看不到燈距有沒有看到 對他就是會一個亮亮的這樣子而已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補光會像這樣 但是有一個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不是燈光越多越好 為什麼 跟我們真正的 實體燈光一樣 請問 我們實體 每一盞燈會不會產生一個影子 所以你的燈光越多 你的影子會越多 這個使用3D 他沒有辦法去關掉說 這個燈光要不要產生影子 這是他跟一般那個3D軟體不一樣的 一般3D軟體是虛擬的我就可以自己決定 這個燈要不要產生影子 可是他沒有 這樣各位 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那如果你確定這是我要的 角度也是我要的那個感覺了 你就可以考慮 把這個尺寸變大了 變大之後你就可以按儲存 這樣理解嗎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個你要的角度了 OK 所以 我們講到這邊 雖然沒有做動畫 但是沒關係 如果今天 有沒有講到的都歡迎你到那個部落格上去 參考一下 因為文章都有寫的啦 所以你是有使用沒關係 那最後我們跟各位提一下 做了那麼久 專案檔總要儲存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使用3D的專案檔